大家好,我是天子妈,一个敢说真话的北京人 石家庄这块是放开了,作为全国的一个表率 但是放开是放开了,但是大街上还是没人 商场也没人 然后一个班的孩子呢,35个人,只有5个人去学校了 那30个人呢,家长都给请假了 我都在琢磨这不挺好的事吗,那么给大家放开了 为什么这种情况呢,其实想想也理解 为什么呀,三年了,三年了 因为大家的神经都是紧绷着的,知道吗 因为三年前呢,就是把这个说的这些副作用啊 还有这些症状什么的,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说大家这种怕注入了自己的骨髓里 现在其实不是三年前的那种情况了 大家完全可以放松一些了,我觉得 这个现在莲花清瘟呢,也抢的差不多了,风抢 所以说我觉得适当的,大家应该缓一缓这个神经 应该出来 应该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